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午我们讲了先知的眼泪 下午我们来讲讲你为什么哭啊 我们首先看传道书 第三章 传道书第三章第四节 三章的第四节 我们一起读 哭有时,笑有时,爱痛有时,跳舞有时 这里说爱痛有时 什么叫做爱痛呢? 就是很伤心 哭啊 所以圣经说凡事都有定时 有欢笑的时候 但是也有该爱哭的时候 我们知道人出生就是用哭来开始的 小baby一出生一定要哭 他们是哭着来到世界的 人生的离开也跟哭有关系 自己可能知道快离开也会哭 不舍得亲人 那身边的人可能也会哭 所以我们今天再来讲讲 到底你为什么哭 有一些理由是很自然的 本来就是那个时候应该要哭 有一些理由呢 是不对的 就是哭了 为一些不应该哭的事情 但是我们却为它哭了 第三种呢 是应该要为这些事情来哭的 这是跟属灵有关系的 那么再来讲讲这三方面 第一方面呢 这很自然的 每一个人都会有的 就是因为感情的受伤 或者是亲人的离世而哭 当你失去心爱的人的时候 很自然就会哭 我们来看传道书的第七章 第二节 传道书第七章的第二节 我们一起读 打算读 圣经说往朝上的家去 胜过往燕乐的家去 夜内的家就是 有人结婚啊 生日啊 生小孩啊 满月啊 这种都是很高兴的场合 那朝上的家呢 就是家里有人死了 无论是年纪很大 自然死的 或者是生病死的 或者是意外死 或者是这一些很不幸的情况 发生死亡 都是跟我们有关的身边的人 所以这个叫哀伤的家 我们去参加商礼的时候 心里面都比较沉重 因为你知道 躺在棺材里面这个人 你不会在这个世界看得到他了 就是去做一个道别 这个就是哀伤的时候 人是有感情的 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 他也带着感情 虽然他是天上的真神 但是来到世上 他都带着肉体 那他也有感情 所以他也会哭 因为他看到身边有人离开了 还有了大家的情绪那么忧伤 我们看嘛 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 三十三节 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三节 我们大胜读 三十三节 耶稣看见他哭 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 周心里悲叹 又甚忧愁 三十四节 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 他们回答说主啊来看 三十五节 耶稣哭了 三十五节 是全本圣经最短的一节经节 如果有人问你全圣经最短的经节在哪里呢 就是在约翰十一章三十五节 在英文只有两个字 中文有四个字 耶稣哭了 那为什么耶稣会哭呢 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人叫拉扫路 他已经死了 拉扫路有两个姐姐 就是玛大还有玛利亚 这个家庭呢 是主耶稣跟他们很亲近的 因为他们常常接待主耶稣 他们常常招待耶稣还有门徒去吃饭 招待耶稣还有门徒 人与人有交流 这种感情 如果我们只是在教会见面 啊你好 每个礼拜都说 啊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就回家了 这个没有感情了 对不对 你在一起同一个教会二十年 都不会有感情 因为你只在教会见面 只在教会打招呼 但是如果你要请我去你家里坐一下 吃个饭 我也请你来家里坐一坐 这个就是有感情 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跟玛大 玛利亚还有拉扫路 特别有感情 因为他们常常邀请耶稣 去他们家里 所以当拉扫路生病 他们就去找耶稣 那耶稣呢 等了几天之后才过去 没有马上过去 为什么 因为主耶稣要等拉扫路死了才过去 在人看来耶稣好像不尽人情 为什么不快一点来呢 因为人的心里面都想说 生病的时候赶快来 医好他 他就不用死了 那耶稣的想法不一样 主耶稣有他的计划 我就等他死了 我再去叫他复活 这样更容易荣耀神 所以对主耶稣来说 他早就 因为他是神 他已经知道什么时候 要做什么事 但是他去到拉扫路的家里 看到拉扫路已经躺在坟墓里面 已经过了四天了 过了四天 尸体都已经臭了 那也看到 去到他们家里 看到 哇 大家都在哭啊 他看到这个玛利亚也在哭 犹太人也在哭 结果主耶稣自己心里就很悲叹 又很忧愁啊 到底忧愁什么 圣经这里没有直接写 但是上十五节就说了 耶稣也哭了 很可能是主耶稣被当时 这个大家的忧伤的情绪感染到了 有时候哭会传染 有时候一个人哭啊 另外一个人看到也会想哭 尤其是女生 女生有时候看到电影很感动 很多都会流眼泪 男人有时候都看到睡着 女人就会一直流眼泪 因为女人比较重感情 比较看重这种情绪 她看到别人伤心 她自己也伤心 那主耶稣为什么这个时候哭呢 正经没有直接讲 但是这里说主耶稣是看见别人哭 他也哭了 别人哭 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 拉萨路就是已经不会回来 他们觉得拉萨路已经走了 主耶稣哭了 主耶稣为什么哭呢 主耶稣其实知道自己等一下 就会把拉萨路叫起来 所以应该不是为了想念拉萨路来哭的 那主耶稣为什么哭 很可能是因为 哇 这个情绪啊 大家都在哭 他觉得人其实还蛮苦的 他觉得人其实还蛮苦的 为什么 因为人一辈子就是生 生出来也在哭 老化 身体就不好 又生病 常常去医院 或者身体要是受苦 有一些人生病很久啊 生不如死啊 最后 生病生到最后 还要死 死了 还要面对审判 人是不是很 一辈子就是 很痛苦 那现在大家都在哭 可能也是被感染到了 同情人类的苦 主耶稣啊 同情啊 主耶稣 有可能是这样 有人说 可能主耶稣觉得说 大家那么硬心 不信 为他们而哭 所以 无论如何 主耶稣在这个 伤理的场合 他也丢了眼泪 所以很自然的 今天如果 我们身边有爱的人 要离开 别我们先走一步 我们是会哭的 我记得我 有印章当中 小时候 参加伤理 我十二岁的 十一岁的时候 我的外公就过世 我跟我的外公 还蛮亲的 他很疼我 小时候 我在他家里 住了几年 妈妈把我 放在他们家 周末才接我走 所以跟外公 外婆都蛮亲的 外公突然间 心脏病发 就离开世界 我记得 第一次参加伤理 流眼泪 就是在我外公的伤理 很想念他 因为他躺在棺材里面 以后我就看不到他了 但是呢 参加伤理的时候 传道人也用圣经 告诉我们 不要哭得太伤心 因为在主里面 虽然我们离开了 但是有一天 神还是让我们复活 把我们接到荣耀的天国 所以你现在为他哭 但是呢 哭一哭就好了 不要太绝望 不要太伤心 因为只要在主里面的 主耶稣都会 我们都会在主耶稣台前相见 我们看启示录二十一章 第三节 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三节到第四节 我们一起读 我们一起读 大圣音从宝座出来说 看啊 神的照目在人间 祂要与人同住 他们要做祂的殖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做他们的神 第四节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内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 呼口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这句话非常的安慰 通常都会在丧礼上面 宣读出来 神要与我们同在 我们不会再有悲伤 为什么 因为旧的事已经过去了 这个世界再美好也会过去 比如说你的家庭很幸福 很美满 也是会过去 因为你不会永远活着 那你的家庭很痛苦 也是会过去 因为人本来就是会过去 好了 我们的爱的人 有一天被我们先走一步了 或者是你自己 先走一步 也要留下他们 那离开的时候 一定会流眼泪 但是这里说 神要擦去 他们一切的眼泪 这里不是说 基督徒不会有眼泪 我们可以流眼泪 也应该有眼泪 有人说了 哎呀 上你的时候 不要哭 不要哭 基督徒上你不可以哭 哪有这样讲 圣经哪有说 不可以哭 好像在上你上面 要表现得很开心 才很正常 是不是 这样才好像很喜乐 不一定 不要这样极端 你爱的人走 你想哭 你就哭吧 你不用装出 很强大 很自然 甚至笑嘻嘻的 你该哭的时候 就要哭出来 但是哭完之后 神要擦去你的眼泪 因为悲伤有时 你让他哭出来 情绪发泄一下 不要不给人家哭 但是哭 也是要有节制 你要让神安慰 神擦去你的眼泪 因为将来 你在神那边 还会再见啊 因为主要你是在基督里面的人 在宝座面前 我们都要再见面 我们看第五节 作宝座的说 看啊 我将一切都更新了 又说 你要写上 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 是真实的 神会将一切都更新了 这个世界 慢慢会变旧 慢慢会变旧 因为有罪 有罪的影响 还有这个世界会被毁灭 我们在坐在这边的人 有几个月的baby 也有七八十岁的老人家 我们每个年龄场都有 但是你可以知道吗 七八十年之后 可能没有一个人 都还在世上 一百年之后 我们全部都不在世上 如果主耶稣还没来 还有一百年 我们全部都埋在地底下面 都会过去 可是我们的灵魂 是要在神那边 所以最重要的是要得救 不是追求这个世界的永恒 这个世界不会永恒的 所以我们如果今天 跟深爱的人在一起 我们要珍惜他 可能是你的配偶 可比你的父母 你的儿女 我们在一起的时间 不会永远的 不是你先走 这是你爱的人要先走 那在的时候就珍惜彼此 最大的目标 是在天家 要相见 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 第二点 人为什么哭呢 有些时候 是为了一些不好的东西 来哭 不合理的 这不合理的东西是什么呢 为了你自己的情欲 为了你追求自己的满足 而不合理的哀哭 我们看民宿记第十一章 十一章第十节 民宿记十一章第十节 我们一起读 一二三 摩西听见百姓 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 哀嚎 因为我的怒气 变大发作 摩西就不喜悦 民宿记这里讲啊 摩西听到百姓 个人在个人的家中 帐篷门口 呼嚎 这个呼嚎 不是那种 不是这种 有些时候 你很想哭 又忍住 又 这种 这种就是 英文叫什么 sniffling 这个不是 这个哭呢 叫做 哀 叫做 呼嚎 哭好 就是一边哭 一边大叫 通常这会发生 在小孩子的身上 比如说baby 哇 他眼泪一直流 哇 大声叫 有一次肚子饿的时候 哭很大声啊 哇 那个全家都听到 有时候也会出现在 这种 几岁的小孩子身上 我记得以前 当我孩子 很小的时候 我们最喜欢的 逛摩的时候呢 他们看到 那个玩具 防抖城 就说要进去一下 我很不喜欢 带他们进去 但是如果进去了 出不来 怎么办 我每次都要买 玩具 出来怎么办 但是传道梁 很会教 她跟小朋友说 等一下我们进去 不买玩具哦 先做好啊 同意了我们再进去 不同意我们就不进去 那我们可以进去玩一下 玩好了 这样玩具就回她的家 我们不把她带回家 那么三个都很乖 好好好 我们进去玩一下就好 他们进去玩了 很高兴啊 在那边呢 车车在地上啊 玩了 玩个半个钟 有时候想说 怎么玩呢 玩具都没有拿出盒子来 还可以玩 但是他们就很满足啊 说不用拿回家了 在这边过一下瘾就好 但是我看到 有些小孩啊 每次进去啊 都看到有一些 很野蛮的小孩 会怎么办 父母说走了 他不走 地上打滚了 表演翻跟斗了 在地上滚了 360度 在转啊 哭很大声啊 我们的孩子都看到 我怎么会这样子 他们不乖啊 他们一定要慢慢买玩具 哇 很野蛮哦 在那边转哦 那其实有时候野蛮的孩子 都是父母培养出来的 父母也都会劝他 不要这样啊 好了好了 买给你了 下次不要吵了 对不对 下次再来 他就得到了 所以一个人 想要得到 某一些东西的时候 中文有句话 一哭 二闹 三上吊 当你用 当你得不到东西的时候 在你身边的人 你会演出很多的drama 这个小时候 不是小朋友会哦 当然也会哦 有一些人老了都会哦 你不听我 我去死了 有没有听过有人这样讲 比如说有一些父母 不喜欢孩子跟某人交往 你跟他交往 我就去死 你不理我 我会死的 有一些人 就用这种东西 来情绪勒索 好像那种 kidnapping emotional kidnapping 就是要生要死 什么都要生要死 那你看他们现在为什么大声不哭好呢 他们不是没食物啊 他们有食物啊 他们吃什么食物 第七节啊 就是神给他们玛拿 第七节 我们读第七节 一二三 这玛拿仿佛元帅 又好像珍珠 第八节 百姓周遥行走 把玛拿收起来 用磨推或用臼 脚煮在锅中 要做成饼 滋味好像心油 第九节 夜间露水降下 营重 玛拿也随着降下 这里他们有的吃啊 还是免费的 神没有给他们收一毛钱啊 还有这个玛拿也不难吃啊 好像这个 心油啊 味道好像有心油啊 又很好吃的 又有点蜂蜜的味道 那又很营养 这个玛拿不用说 哇 只吃玛拿要配十种维他命 今天我们吃食物 还有维他命不够 还要买一堆维他命 对不对 这个玛拿是神创造的超级食物 全世界没有一种食物 你吃它就营养会足够 没有一种食物是这样 这个玛拿一种食物 一样里面 几十种几百种的 维他命矿五脂 纤维全部有 还有热量 你吃蜂蜜 它有所有食物 所有食物 所有食物 都要 不会消化不良 不会代变不出来 对不对 哇 这个太好了 更好的是 这是不太需要很麻烦的煮 你放在锅中也可以 做饼也可以 把它搅烂也可以 很好煮 当然应该直接塞嘴巴都可以了 也不会说辣肚子 最好就是不用钱 对不对 好了 有那么好的东西 是不是应该感谢神 我不用上班 我都有得吃 只是去捡就有了 但是他们 不满足 他们埋怨神 这个怎么吃啊 吃这个吃什么 每天吃这个 早餐也这个 午餐也这个 晚餐也这个 哇 看到都烦了 我们有时候笑以色列百姓 但是都不要笑 我们自己也是一样 有一次 以前我们读神学班的时候 我们TTP的时候 那我们去到有一个地方 哇 那个教会的很有爱心 很会招待 招待我们几个神学生 还有讲员 有时候连续几天 带我们出去吃东西 我记得有连续几天 吃了好几天龙虾 一天到龙虾 就流口水 对不对 我们爱门顿很少吃到龙虾 那么贵 你多久没有吃龙虾 我在爱门顿也没吃过龙虾 但是那几天天天天吃龙虾 哇 那我们那几个学生 都在私底下都在念 哎呀 要吃龙虾 吃到有点受不了 怎么就吃龙虾 没有别的 连续吃了三天龙虾 你就想吃一个 包子 或者说 一个汤面 就好了 但是天天吃面 你又说没有龙虾 是不是我们人很麻烦 总是会抱怨 你看 以色列百姓 天天有吃麻辣 他们又不感谢神 他不感谢神 说 我要免费的 谢谢你 又不用煮饭 其实对妈妈来说 最好不用煮饭 对不对 或者是简单 丢在锅里面 煮一煮 就有的吃了 不用什么 炒啊 煎啊 煮啊 弄很久啊 煙啊 什么一堆东西 不用什么葱姜蒜 酱油一大堆 那个丢进去 煮一煮就可以吃 应该很感谢主 省得麻烦 这是走旷野路 最好的食物 因为神很多时间煮饭 就走旷野路 是你生活要越简单越好 因为整天发七八个钟头在煮饭 那个时间都浪费掉了 那个煮饭的时候就不能走路啊 所以神的设计就是 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让你最简单的解决吃饭的问题 让你可以好好走这条旷野路 尽快把它走完 这就是神要我们过简单的生活 不要有太多的欲望 但是当时的百姓就有很多的欲望 他们有什么欲望啊 他们都想起啊 我们在埃及地吃什么啊 有葱啊 葱啊 姜啊 蒜啊 有鱼啊 有肉啊 哇 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 所以他们就哭了 所以不是没得吃 而是埋怨抱怨的哭 这个哭对吗 这个哭啊 神很生气 所以有时候我们想想看 我们的欲望是不是太多啊 抱怨 哎呀 神都不祝福我 你看 那没信神的人比我还有钱 我生活还那么紧张 我什么都没有 其实你不是没有 而是你没感恩 神让你生活过得去 让你追求信仰 感谢 有玛拿 感谢 够了 够了 感谢 有了吃 可以了 但是他们大声啊 为没有的 得到的欲望 而大哭 所以我们想想看 是不是我们今天 哦 没有那个抱怨 埋怨神 如果我们的欲望那么大 那很可能你真的会哭 因为你常常想要发达 我们看 我们看提摩泰前书第六章 提摩泰前书第六章第九节 六章第九节 我们一起读 一二三 那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 就现在迷惑 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思义里 叫人呈在败坏和灭亡中 第十节 贪财是万恶之根 有人贪恋前书 就被引诱离了真道 用许多愁苦 把自己刺透了 你看啊 如果你欲望很大 一直想要发财 你会哭啊 你到最后真的是哭了 因为什么都没有了 你会被迷惑了 什么叫迷惑 就是你想要发达 当然 我们每个人都想生活过得好一点 但是要增加财富 要慢慢的累积 努力的工作 而不是一天就自负了 如果你很想说 没有付出什么 但是就变得很有钱 在家里看看电脑 按几个按钮 就变得很有钱 炒炒股票 短买短卖就变得很有钱 每天每天看 上下上下去卖 或者是买那些 风险很高的那种炒卖 or you buy investments that have great interest great high risk that are high risk 比如说上crypto啊 那些虚拟货币啊 for example like crypto or bitcoins 一下子看人家涨那么多 哎哟 fee of FOMO fee of missing out 英文叫做 FOMO 大家买了比特币 涨那么多 我都没有买 好了 你投进去了 有一些人真的是这样子 很辛苦的钱 赚到很辛苦的钱 投进去 看到别人讲自己没有买 好笨哦 好我也跑进去 我要早点退休了 以后我赚了大钱 我可以很早退休了 结果你买了之后 每次都是这样 别人赚了钱 你进去你就跌 你真的是哭了那时候 有啊 真的有弟兄姐妹 有一些还把自己的老本 退休金 再玩这种东西 也没有了 有一些把自己要结婚的 或者是以后要买房子的钱 都投进去 也没有了 这里说啊 你贪啊 你很想 很快要得到钱财 就被骗了 被网罗网住了 因为你很想 你不满意 现在有的 照照以色的百姓 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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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简单的生活 他们想要 那个刺激的 说实在 他们可以求 但是不要哭 不要跟神抱怨 但是他们因为这样哭 所以他们后来真的哭了 他们怎么哭呢 因为神刑罚他们 用瘟疫来击打他们 所以他们真的哭了 所以他们真的哭了 所以我们不要学这种无理的哭闹 我们要以敬虔加上自主的行 还有四人 在以后也会在一起哭 他们哭什么呢 我们看《喜事录》第十八章 《喜事录》第十八章十一节 从第十节开始 第十节 十八章第十节 一起读 一二三 因怕他的痛苦 就远远地站着说 爱在爱在巴比伦大城 坚固的城啊 一时之间 你的刑法就来到了 十一节 地上的客商 也都为他哭泣 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 这里是一个圣经的预言 预言什么呢 大巴比伦倾倒了 那个大巴比伦是指什么 这是罪恶的世界 这个罪恶的世界看起来很繁华 你去商业中心 看到那些大财团 还有呢 你去摩里面 看到这些名店 前几天我在 West Edmonton 我就喜欢去大同华 买一些 吃个牛肉面 十块九毛九 全安门顿最便宜的牛肉面 不好意思 帮他卖广告 不要想 但是很奇怪 要去大同华 一定要逼我走过 LV Rollex Gucci 对不对 很奇怪 不是buy了 这是pass by而已 没有钱buy 所以本来要去买 白颇冲的 但是都看到 那个劳力士手表 都在那边 哇 给那个设灯打着 那个劳力士手表 亮晶晶 要看到对面 要卖几千块 一个包包的店 那个劳力士 都没有写价钱的 为什么都不写价钱的 那里进去问 可能 看到里面有人在买 大家都有这种想法 哇 这里面能够 我们这种普通的穿得破破的 也不敢进去 对不对 我们去买菜都穿得破破的嘛 我觉得 爱门顿的蛮好的 我们大家都穿得很普通 对不对 我们都是很平常的人 但是你看 进去里面的人 都是穿得很高级的 哇 要买那些东西 但是会有一天 圣经说 整个世界 都是大巴比伦 这个大巴比伦 大城坚固的城门 这个世界 我们看第九节 地上 一起读 地上的君王 素来与他行一同奢华 看见他烧的烟 皱臂 为他爱哭 这个世界有两个特色 第一个就是 行淫 这是很多罪 表面越漂亮 里面越多误会的东西 不是说用好的 或者是有钱有什么错 但是如果没有神 你没有敬畏神的心 你拥有了越多 其实里面就越烂 不要以为 在上楼社会 富有的人 穿得很漂亮 很高贵 他们里面的心 还比不上一个 睡在街上的 我们不要轻开那些 睡在街上 他们那些 还比那些有钱的人 还更善良 只是他们遇到困难 比较不幸而已 但就在上面的富贵的行淫 再来第二个特色 就是奢华 是什么叫奢华 一件衣服 几十块就可以解决了嘛 对不对 我们去Walmart 去什么 Costco 简单 几十块可以买一件衣服 可以穿几年 但是人就是把它弄奢华了 放一个牌子进去 卖了几千块 哇 又有人买哦 因为买了之后 都觉得自己很不一样 哇 我穿这个 跟别人不一样 几千块美金 几千块拿到非洲 可以好几个人读书一年 一个包包几百块就好了嘛 已经很好了 为什么要用几万块 买一个名牌的包包 几万块拿去非洲 可以盖一个教堂了 可以喂饱多少人 但是这个世界的人不管 我有钱 我这是用来奢华自己的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所以现在全世界最有钱的人 除了是卖科技的 就是卖奢侈品的 你可以想象吗 卖奢侈品的 可以卖到全世界首富 或者第二第三位 全就是包包衣服那些而已 因为这个世界爱奢华 所以卖奢华的人赚最多钱 但是这个奢华的 淫乱的又奢华的世界 神的世界到了 要审判他 这个就是大巴比伦要倾倒了 大巴比伦在历史上 他曾经倾倒了 他曾经是世界的super power 没有人觉得他会倒下去 这个他一天一夜之间 波斯帝国把它消灭掉 那这个第十节所说的 坚固的藏在一时之间 你的刑法都来到 整个世界 淫乱 测华 测华 赤二华就是 神要审判他 一时之间他就会败亡 这个很快 很快会来动 所以我们要预备 不要把这个 心放在世界上面 本来最近这几个月 哇 世界上的股票 虚拟货币 都在大涨 大家都想赚更多的钱 结果前几天 伊朗攻击以色列 以色列又要反击 哇 整个股票市场 大跌 可能开始要更大的跌 大家都害怕了 哇 一天之内没有发生什么事 但是钱就不见了 哇 很多人都哭了 但是未来还会哭得更惨 如果我们的心是放在金银财宝上面 我们看第十四节 十四节 一二三 巴比伦啊 你所贪爱的果汁离开你了 你一切的真羞美味 滑满的物件 也从你中间毁灭 却不再见了 第十五节 贩卖这些货物 借着他发了财的 商客 因怕他的痛苦 就远远地站着 哭泣被爱说 十六节 爱在爱爱在这大城啊 树长穿着细满 紫色 树红色的衣服 又用镜子 宝石 和珍珠 为装饰 一时 十七节 一时之间 这么大的富贵 就归于无有了 我们读到这里啊 一时之间 就归于无有了 如果你没有神 没有天国的盼望 当世界末日来到 就会跟随 所有的世界的人 在爱哭 但是如果你抓住神 这个世界的东西过去 我们是盼望 新天新地来到 就不用哭了 反而是喜乐地 等待救主的来到 所以你为什么哭 尝试